西罗服务区 西罗 克里斯蒂安夫道里 福莫莫莎 大家好 我是曼谷猫 在台中的台湾朋友家 短暂停留了一晚之后呢 今天我们先暂别台中 然后今天一起出发前往台南 过几天再回台中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位于中途的一个休息区 我们来看看台湾的这种休息服务区 长什么样子 在那之前猫哥先来假个婚 这边有专门的吸烟亭 这里还蛮日本的 这个烟灰缸的摆设 这里很日本的感觉 还是要有这种专门的吸烟亭比较好 烟灰啊烟头啊 就不会搞得到处都是 比较卫生 当然猫哥不是鼓励大家吸烟 好孩子不要模仿 这个旁边还有一个驾驶人休息室 应该是给那些跑长途的司机休息的地方 这点很人性化 看这个牌子 应该是不但有休息 还可以祷告 方便这个穆斯林祷告 这就是穆斯林祈祷室 这边还有洗衣机 设备维护中尚未开放 但是至少有洗衣机也很方便 我还是头一次在服务区见到有洗衣机的 还可以淋浴 真的是非常贴心啊 感觉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整体的这个服务区的感觉都和日本还蛮像的 还蛮大的各种吃的都有 有这种像是有点像书口的感觉 这边还有摩斯伯格 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摩斯伯格 我看摩斯伯格到处都是 还有这个礼品 守信区 很可爱呢 这个咖啡上面的一些小的图案 I love 台湾保育动物 bangbang 台湾又告诉有收费吗 有 有收费 有 但是怎么算的 就是你过 以前是有收费站 现在都改那个电子收费 现在没有那种就是关卡 没有关卡 然后你可以去装那个感应的晶片 然后它通过上面有一台机器 它都会扫你的晶片 然后就扣款 那个晶片里面可以阻止 你可以阻止前进去 如果你不装也可以 那个晶片就是扫你的车牌 就扫车牌 扫车牌 车牌扫到之后呢 7或是超商里面 然后有iPhone可以去点 通常隔了两天 你的那个收费 过路费就会出来 那很方便耶 蛮方便的 因为泰国现在还是那种 就是比较古老的 经典的关卡 因为以前很容易 我觉得很容易塞车 而且可能我觉得是人事成本的关系 他想要把这个能力扣掉 所以他就要改这种电子湿 那是顺便高速收费贵吗 我记得好像是你跨的线市好像是30块吧 跨线市30块 那还好 对 过了 已经过了 完全都没有注意到就已经过了 就一个铁架 就一个铁架 晚上比较明显 晚上会亮灯 对 虽然从 作为朋友的角度人来讲 是不希望有很多收费站的 但是 对 但是从录影的角度来讲 是很想录到那个东西 但是你现在太快了 因为太高速 所以 这种高速一般限速多少 110 110 110 哦 那大家都有严格遵守吗 看情况 不好说 就是看哪个路段的 测速照相比较多 大家就会遵守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大家会稍微 提高一点点速度 是 110其实也不算快 不算快 但是就是 如果没有车的话 会稍微快一点 对 诶 我看你的那个计数器啊 就是非常标准的 在110分 对对对对 我是非常严格遵守 非常严格遵守 好习惯 对对 必须点赞 就 对啊 真的有很遵守的人 诶 测速 那个ETC到了 就是这个 哦ETC 哦 拿过去你就被开车 又扣了 又扣了 诶 才 没多远 没多远 对啊 不够了 所以比如说我们从台中一路下到台南 大概要 多少钱 应该要100多块左右 100多块 应该是接近150-160左右 哦 我也不确定 麻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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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豆产柚子 不是麻豆 麻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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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思认 还要選总统 很故意耶 很好笑 Q哥是什么 Q哥是卖手机配件的 是连锁吗 是连锁店 哦 感觉有点故意呀 对啊 就在他旁边 而且他又是一个绿 然后一个蓝 对 对 但是不知道这两个牌子谁先立的 应该是Q哥先立的 吧 沒有,應該是柯文哲,他才說沒空選總統 喔 Q哥才會說沒空選總統 欸,感覺在丟他的感覺 嗯,對啊 所以他應該是不支持柯文哲的人 喔 感覺啦 照他這樣子的 Q哥也很敢 真的很敢 Q哥很敢 Q哥很敢 一個做生意的為什麼要得罪 這個 單純賣手機不好嗎 對啊 對 香港的一個 網軍攻擊目 對啊 但是大家又犯見 因為他又很便宜 大家還是去找他 所以在別的地方Q哥沒有 台中有啊 到台南啦 台南是這個台灣最早發展的城市 就是荷蘭時期啊 還有明正時期啊 都是台灣的行政中心啊 甚至連這個台灣這個名字 都是源自於這裡 因此啊,這裡有非常多的古蹟 等一下冒哥就去看一下這裡的古蹟 很多台灣人都講啊 這個台南 是全台灣美食最密集的地方 來台灣一定要在台南品嘗 台南的美食 在逛古蹟之前 我們先來吃頓飯 畢竟啊 吃完飯 吃完氣 先來這家 有名的 文章牛肉湯 來台中的第三 就是有名的 文章牛肉湯 哇,這排隊人超多的 OMG 先把它點好 比較省時啊 沒有可能 看一下 有什麼是最有名的 招牌啊 牛肉湯 對啊 我要點一下 所以就是 就是只有湯 然後它裡面 沒有,它還有菜 它是有點像那個 嗯 不是,不是牛肉麵的那一種 不是,就是 我們吃那個 炒飯牛肉鍋的 哦,有點像牛肉鍋 也有這個 炒飯炒麵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牛肉湯吧 是吧 喂 這個看人確很有食慾耶 這是肉燥嗎 對 一個是牛 應該一個 一個是豬吧 哦 哇 牛肉湯 哦 我最愛的牛舌沒有了 好,請看 這是線紗的 溫體牛 當天線紗 線紗 看著就很新鮮耶 線紗 溫體牛 是嗎 對,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還有溫度的 沒有冷藏過的 哦 還有溫度 就沒有冷凍冷藏過的 OK 當天的 所以這種最新鮮 小哥肌肉很發達 是不是 是不是 身材很棒 這肉的顏色 你看這肉的顏色很漂亮 很精瘦啊 精瘦的 我不是說小哥 我說牛肉 這些台灣南進 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相信它的味道一定不會讓我失望的 不行,我已經對醬料這個詞 就是腦子裡面 我一說醬料 我腦子裡面我全都是南進 全都是南進 全都是南進 不吃味道是不知道是什麼 在地也都會配 薑絲 是 它沒有寫是什麼 嗯 但應該 我想應該 不會是甜甜的吧 這個好像有一點 這個 有點像膏狀的這種 嗯 很濃稠 這個應該是辣醬吧 豆瓣辣醬的感覺 肉燥飯 牛肉肉燥 哇很香 牛肉湯 招牌牛肉 動盒就是裡面會有內臟吃的嗎 還有牛肝 嗯 這個是綜合 牛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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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紅紅的呢 然後直接澆那個糖 很鮮 很鮮 哇全都是牛肉 牛肉盛宴 他剛說什麼白菜牛肉 酸白菜牛肉 就酸牛肝 然後這個就是 牛肉湯 裡面就只有牛肉 對 這什麼菜 空心菜 炒空心菜 這空心菜和泰國的 不太像耶 這邊比較細耶 對 泰國的桿子超粗 對 泰國的桿子超粗的 台灣有分 哦又有分 台灣有 土一點 哦他家的這個是比較細 會比較深 是 牛肉肉 有剩驗 這來牛肉 哦這看著牛肉 超嫩的 嗎 LIKE 牛肝 哇這個牛肝軟的 就像豆腐的口感一樣 像那個百葉豆腐一樣 超軟 牛腩 牛肉 嗯 它有連肉這個筋 一牛多吃 牛逼 牛肉的肉燥饭 这肉燥饭也很好吃 它下面的 对啊 你看它下面的饭 上面没有多少油 都是这个 原本的那个汤汁 肉燥里面的那个汤汁的颜色 麻油牛肝 上次我们吃台菜的时候 吃的那个就是麻油吗 这边麻油和我认知里边的麻油 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岸的那个麻油 就是麻辣的那种麻 就是让你嘴巴发麻的那种 藤椒 对那边都是藤椒之类的 麻油 对那个是 这个麻油 这个台湾这种麻油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是芝麻的油 芝麻油 可以吃到这么多牛肉料理 真的很幸福 所以这家店是 不算是那种特别local 我小时候 你看一下 不是我叫 我小时候不知道这间 我们以前都在市区会去吃 我们以前我去吃过 因为这边比较离市区比较远一点 我们以前都在市区那边吃 也都几天没有 但是我卖糖的 糖跟饭的 没有这些炒 所以这边牛肉汤算是早餐 还有羊肉汤 还有羊肉汤 早上吃这么硬的 早上就是吃牛肉汤羊肉汤还有四目鱼粥 湿木鱼粥 这还蛮有特色的 所以是只有台南是这么吃早餐 应该也不能这样 因为牛肉汤会有名 是因为我们比较山花那边 就是台南的山花那边有在杀牛 所以那个牛杀完就比较可以 比较新鲜 新鲜直送 这种冲泡式的牛肉汤这样 因为它是直接把肉放进来拿到的方式 调进去 它不是煮过的 如果煮的话这个会太老 像这个放太久就会比较老 所以姚哥是这边的 就是 就纯在地人吗 就一直在这边 嗯 那像你们在地人的话 去那些古迹什么的都是免费吗 都免费的 然后外地的过来 那是什么博物馆还是什么 它门片没有很贵啊 是 对对几十块五六十块 在地人是不用钱的 对 没有就是我只是想想说等一下 给我们当一下免费的向导 这样在地人不用门庙啊 随便进 要给他看什么身份证这样子 在地人大哥告诉我们这个牛肉汤加一点 这是米酒 我会更好喝 加多少 一点就好了 加多少 一点就好了 好 再下去 加半罐 因为我干脆我就直接灌米酒就好了 真的那个酒会会进来 对对对对 以前都说那个大碗吃肉大头喝酒 结果我们一碗可以搞定 你看他这个牛肉汤里面没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杂质 就是牛肉就很简单 就是 simple is best 真的 好吃 来走走 台南运河 滑龙舟的地方 滑龙舟 所以这里会有滑龙舟 对啊 等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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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哇吃饱喝足 终于可以去逛古鸡了 这里就是台南的护城河 据说端午的时候会在这里赛龙舟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看过真正的赛龙舟 都是在电视上看 电视上我也没看过 好吧 111年全国冲刺划船锦标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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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